同名经一般是这种 守太阴 我们先说守三阴 守太阴 废经 通 足太阴 废经 守绝阴 心包经 通 足绝阴 汉经 然后守绍阴 心经 通 足绍阴 慎经 守阳明 大常经 通 足阳明 肺经 守绍阳 三江经 通 足绍阳 胆经 守太阴 小常经 通 足太阴 废观经 是不是这样的 那你看啊 同名经 同名经首先就是中间必须要同名 对不对 然后就是后队不一样 前队后队不一样 守太阴 废经 通 足太阴 脾经 所以一定是一守一足 对不对 守在上 足在下 然后守阳明 大常经 一守一足 一上 下 守少阳 三江经 通 足上阳 乃经 也是一守一足 一上 一下 那同名经 你看看他这种 他在你的穴位处方里起什么作用 上一下 一上一下 一手 一足 所以他主要的是什么 疏导上下的 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很多的疾病 要么就是阴阳失衡 要么就是气血不通 你本经你把它调好了 阴阳平衡 气血畅通 人是不是自然病就消了 一般我们读 还会加一个什么 疾病血 加强一下 巩固一下疗效 这样 这是不是我们传统针究的 取血思路 我们再来看脏腹别通 我们说了脏腹别通 就是因为他懂治取血 才效果那么好 脏腹别通是根据开合书理念来的 对吧 开合书你也看不明白打个事 但是中医里有一句话叫 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 这句话咋理解 啥叫同气相求 就是共同爱好 就放到人身上 我不说吗 医理和生活中道理是一样的 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 那例如说啊 就最简单的 我假如说我特别爱喝酒 对吧 咱们都年龄相仿 我回头跟你说 晚上你们要没事 我带你们玩去 谁跟我走了 还喝酒呢 是不是跟我走了 都知道我爱喝酒嘛 那我要张罗菊 那肯定张罗酒菊去了 对不对 那假如他 我们处了几天之后都了解了 他 一呢就特别爱打麻将 对吧 假如他要晚上张罗菊 哎 晚上下个课没事 咱们上罗菊 咱们上罗菊 玩会去啊 你一听了就知道他在干什么 咋个样 是不是爱打麻将呢 晚上没事都跑他入去了 是 这个就叫做同气相求 就是有共同爱好 共同磁场呢 一个人一张罗 其他就有回应 有硬核 这叫同气相求 那我们的经络系统 他也有同气相求